一会儿都好了是吧 睡一会儿都好了 好吃吧 男不熟婆你跟我说 咱们男说 睡好啊 睡一会儿都好了是吧 正在江苏徐州的医院 接受治疗的 就是遭人口拐卖 生了八个孩子的妇女李莹 经诊断 她患有偏执行精神分裂症 必须强制住院治疗 晚上不睡觉 白天自言自语 有时候乱吃东西 有冲动伤人的现象 经过治疗之后 能简单于 有个人进行交流 抖音的一位博主 过年前曝光了这名 长期被铁链拴住的妇女 吃住环境都相当恶劣 而她的先生 竟然还借由新闻事件 变成了广告宠儿 离谱的行径 迎来政府关切 才暴露了妇女的先生 涉嫌拐卖人口 她患有精神分裂症 目前正在这里面 接受规范治疗 她的日常生活起居 在这有她的大癌制照顾 事件爆发后 妇女的博父 写了一封申请书 出示了妇女走失前的照片 并认定这名妇女 就是她的侄女李莹 其实中国大陆 目前有两万三千个家庭 正在寻找走私的孩子 而其中男孩失踪的比例 又比女孩多一倍 险见妇女和孩童的拐卖人口事件 仍在持续发生 TVB新闻柯胜雄 陈向如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